再来圆形图 又叫圆柄图 两个都可以 但因为看起来就不像个柄 所以我还是叫圆形图正常一点 如图是未来国小 2400个学生 上课的交通方式 一整圈是360度 OK 那第一个问的是 步行的学生占全校的多少百分比 步行学生是162度 那162度到底是多少percent 那就转换了 它叫做360分之162 好 我们先做这样的月份好了 我一步一步慢慢来 这个除以个6吧 60 除以6 62 27 OK 还可以再除以3 20分之9 它是20分之9个圆 那20分之9有多少percent呢 变成多少percent呢 那你再把它乘上100percent 所以就会得到45percent 好 第一题搞定 第二个 骑脚踏车的有几个人 脚踏车不就90度吗 所以2400个人乘上360分里面 它占了90分 所以这两个约约 4 4跟2400叫做600 好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 600个人 好 最后 汽车接送的有多少人 好 第三个 汽车接送的有54度嘛 那它就是2400 一样 乘上360分之 54度 好 那这个乘起来呢 这两个先约掉 6 9 54 6 60 那60我直接跟2400约掉 40倍 所以94 360 好 所以是360个人 就这样 好 那无聊再多讲一个小东西 那老师 如果今天啊 90度的部分 叫做600个人了 那54度是多少人呢 那我也可以用90 比上600人 等于 54 是比上框框 对不对 好 再来 呃内乘内等于外乘外 之前 你看要不要把这里 约一约 这里叫做9 这里叫做60 好来 69 54 66 360嘛 对不对 所以它变它是6倍 所以框框就等于66 360 也可以这样算了